清断食加生酮饮食加运动等于健康与苗条 大家好 欢迎收听青铜生活家最新一期的音频节目 我们这期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叫做 在生酮饮食中脂肪的三原则 那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 请您替我继续唠叨下去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聊到脂肪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在说三样东西 分别是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以及零脂 大家在体检报告上见的最多的 就是三酸甘油脂和胆固醇了 每当我们平常吃饭吃进去一块肉的时候 甭管它到底是牛肉还是猪肉 还是鱼或者是鸡还是鸡蛋或者是奶酪 或者甚至是坚果 那么刨去蛋白质和碳水这部分以外 剩下的就是脂肪 这些脂肪总体来说就是由我们上面说到的三个概念 三酸甘油脂 胆固醇 以及零脂组成的 那么这三样东西到了咱们胃里之后 并不像蛋白质那样就开始进行消化了 大家如果听过咱们上一期节目 蛋白质三原则 大概就了解了 蛋白质是从咱们胃里开始被消化的 而脂肪呢需要经过胃到达咱们的小肠才开始消化啊 到了咱们小肠这些脂肪呢会和我们肝脏分泌出来的胆汁会和我们胰脏分泌出来的胰腺液相互作用 然后呢脂肪会被慢慢的分解 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细微 最后呢被我们的小肠吸收掉 在脂肪经过我们的胃 再进入小肠的这个过程中 小肠会分泌出来一种物质 来告诉我们的胃 少分泌一些胃酸 蠕动缓慢一点 这样呢让脂肪进入到 我们的小肠的过程呢 变得缓慢一些 这样呢让脂肪 能够慢慢的从胃里进入到小肠 同时呢小肠分泌出来的其他的物质 又会让我们的肝脏分泌出来更多的胆汁 让胰腺分泌更多的胰腺液过来 这样呢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吸收脂肪 正常来讲呢脂肪从我们的胃里完完全全消化 进入到小肠里呢 需要四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啊 那么我们在上一期节目蛋白质里也讲了 蛋白质呢只需要两到三个小时 碳水化合物呢咱们就更不用说了 可能时间就更短 所以从这个消化时间上来讲 大家有没有发现脂肪 它是消化的最慢的 因此呢脂肪也是最能 让咱们有饱腹感的啊 当脂肪被我们的小肠 消化并吸收之后 它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中 在循环过程中呢 会被我们的肌肉啊 脂肪组织啊 我们的心脏啊 肝脏啊 给吸收掉 在我们的肝脏里呢 那些没有被完全吸收完的脂肪 会被重新打包 再释放出来 以VLDL IDL 以及LDL 这种比较小的脂肪蛋白的形式 在我们的血液里继续循环啊 现在大家不需要搞懂 什么是VLDL 什么是IDL 什么是LDL啊 咱们将来有需要的时候 再一个个的讲解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我上面讲的 整个脂肪被消化 被吸收循环的过程中 没有提到任何荷尔蒙啊 这跟我们前面几期讲的节目中 对碳水 对蛋白质的描述 荷尔蒙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都不一样 咱们在脂肪的消化 吸收循环 以及利用的过程中 都没有遇到荷尔蒙 所以说我们的肌肉 我们的肝脏 还有我们的脂肪组织 会源源不断的 从血液循环里面 把脂肪逐个逐个的提取出来 然后呢 存储在自己周围 以备将来的需要啊 我们吃进去的脂肪呢 大概会有95%到97% 会被小肠吸收进去啊 在我们的血液里循环 好了 现在我们了解了 那么既然在整个脂肪的消化 吸收 以及循环的过程中 都没有出现荷尔蒙的作用 而且呢 我们从科学实验里面 也能得出结论 特别是针对于胰岛素 脂肪呢 是不会增加胰岛素的分泌的啊 但是呢 它在我们体内被吸收的效率 也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荷尔蒙去抑制脂肪的吸收的啊 所以说脂肪吃多了 仍然不利于我们控制体重啊 除非咱们用掉的脂肪 比咱们吃进去的还要多啊 这一块呢 刚好就是咱们生通饮食的用物之地啊 生通饮食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利用脂肪啊 如果关注过我的微博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啊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经常吃花生 而且呢 每次吃的很多 每当我吃了半袋 甚至是将近一袋的花生之后呢 我的体重会增加的非常明显啊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了 在生通饮食中 每天这个脂肪到底该吃多少呢 如果还想继续保持体重不增加的话 那么在我们前面几期节目里面 我们有一直强调一个数字啊 就是0.1千克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一个人他在完全适应了生通饮食之后 即使他配合上运动 即使他配合上清断食 正常情况下 他每天能够减去的脂肪的重量呢 最多就是0.1千克 也就是100克 这个0.1的数值呢 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 而且呢 在我老婆身上也得到了印证 有一些资料上面也提到过相同的概念 也就是一个人一个星期最多能减去的脂肪的重量 大概是两磅 两磅就是0.9千克 0.9千克平均到一个星期呢 大概每天就只能减掉 0.1千克左右啊 所以呢 跟我和我媳妇得出来的数值是非常接近的 也是我们自己长期兼职生通饮食得到的一个经验之一啊 所以说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如果您已经呢 尝试了坚持生通饮食超过三个月了 0.1千克这个数值是适合你的啊 也就是说 如果还想让自己体重继续往下降的话呢 100克的脂肪 每日的摄入 是您的上限啊 这100克其实挺多的 100克的脂肪相当于200克的美国大姓人 也就是巴丹木 相当于130克的夏威夷果 相当于160克的核桃 相当于200克的花生 如果是吃肉呢 相当于1000克的新鲜牛肉啊 是不是对于一般人来说 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啊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上面举的我自己吃花生的例子啊 大概是500克的带壳的花生 那么我想这花生仁一定是超过200克了 也就是说那天我一定是吃过了100克脂肪的这个标准啊 所以现在我们说吃脂肪的原则第一条 不要吃太多的坚果 把每日的脂肪控制在100克以下 甭管您吃的是肉 还是芝士 还是坚果 还是巧克力 还是牛油果 如果大家希望通过生动饮食 燃烧的是自身的脂肪 而不是这些食物的脂肪 而且呢 你还希望你的体重能够继续下降 你就需要控制脂肪的摄取量 记住100克 好了 第二条原则 不要把脂肪跟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或者是蛋白质一起吃 我们前面几期节目也都一直聊到了啊 过多的蛋白质也好 过多的碳水化合物也好 都会引起我们胰岛素的增加 而且呢 会促进我们脂肪的合成啊 那么脂肪一定合成了 脂肪燃烧 这个过程就没有了啊 所以呢 你在吃脂肪的时候 同时还吃了大量的蛋白质 或者是碳水的话 这些脂肪基本上是完完全全的 会被我们存储在身体的各个组织中 而并不会被燃烧啊 然后呢 会让我们的体重增加 不过要做到第二点 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咱们平常在购买食材的时候 注意购买一些新鲜的肉类 注意去买肥瘦相间的肉 而不要去买筋瘦肉 不要去买蛋白粉 而且我们上一期蛋白质的节目里也说了 如果真的要吃比较瘦的肉 怎么办呢 配合蔬菜 饭后呢 可以吃坚果 可以吃奶酪 可以吃巧克力 努力把脂肪摄入的这个比例呢 增加起来 第三条原则 如果有些朋友 您进入生铜还不到三个月 或者说您还没有完全适应生铜 那么平常你在吃饭的时候呢 可能就需要多吃一些脂肪 咱们第一条说的100克的脂肪的上限呢 对于刚刚进入生铜饮食的朋友们 或者说刚刚接触到生铜饮食的朋友们来说 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啊 那么你在进入生铜饮食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是逐渐逐渐的把碳水化合物减少 那么这个过程往往有一到两个月 那么在这个碳水减少的过程中呢 你该做的其实是逐渐逐渐的增加你脂肪的摄取量 如果偶尔还觉得饿呢 那就说明这个脂肪还不够 也就是说如果您中午吃一顿饭 晚上吃一顿饭 还没到晚饭的时候 您就肚子饿了 那就说明可能您中午的脂肪没有吃够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脂肪 在下一次吃午饭的时候 把它增加起来 多吃一点 能够呢让你扛到晚上 所以说呢 对于刚进入生铜饮食的朋友们来说 100克上线 仅仅是作为一个参考啊 如果您刚好呢就吃过了 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因为呢我们的目的在这里 就是让您逐渐适应生铜饮食 适应碳水减少 脂肪增加的这么一个过程 偶尔呢脂肪多了 并不要紧啊 不要看短期的体重的增加 或者是减少 一旦您适应了生铜饮食 那么减轻体重 减少体脂率 都不会再难了啊 现在我们就有足够的把握 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了 也就是 在生铜饮食中 防弹咖啡是不是一个必要品 有没有必要从头喝到尾 答案是 只有在初期的时候 也就是在咱们说到第三条 如果您进入生铜 还不够三个月的时候 可能你需要用防弹咖啡 提供一些脂肪 以便你能扛过两顿饭之间 偶尔会觉得肚子饿的这种情况啊 那么一旦您适应了生铜饮食 您就不再需要防弹咖啡了 如果确实喜欢喝咖啡呢 喝纯美式 喝黑咖啡 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啊 好了 咱们上面聊了 在生铜饮食中 脂肪的三个大原则 第一条 不要吃太多的坚果 不要吃太多的生铜的点心 也不要喝太多的防弹咖啡 每天摄取脂肪的总量呢 不要超过100克 第二条呢 在吃脂肪的时候 不要吃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或者蛋白质 购买食材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买新鲜的食物 肉类呢 尽量选择肥瘦相间的 第三条 针对那些刚刚进入生铜饮食的朋友 您一定要想办法 让自己吃的足够满足 如果不满足呢 就需要加入更多的脂肪啊 这个时候 仔细倾听咱们身体 给咱们自己的信号 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如果确实吃完饭的时候 放下筷子的时候 觉得肚子还有那么点 没饱 那就意味着你需要多吃点 坚果也好 巧克力也好 牛油果也好 芝士也好 在这个时候 你需要增加脂肪的摄取量啊 直到你觉得满足为止 相比控制碳水和控制蛋白质的摄入来说 控制脂肪要显得容易的多啊 对于大多数朋友们来说 我相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一集之后呢 大家已经学到了90%以上的 关于生铜饮食有关的知识了啊 一些小的细节呢 我们再在其他的节目里面慢慢的聊 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着手 尝试自己进行生铜饮食 控制住碳水 蛋白质 脂肪 这三大营养素 就不难了啊 以上呢 就是咱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对前面这几期节目 还有这期节目 还有什么疑问呢 希望大家不要吝啬 随时向我提问题啊 或者是给我留言 通过微信 通过微博 通过喜马拉雅 都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您对我的节目点一个赞 如果您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呢 请您记得关注 青铜说咱们这个小栏目啊 必码咱们的节目 分享给您有需要的朋友 或者是亲戚们 对您表示 感谢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